大家都知道,过年就是一个团圆的节日,出门在外的子女,不管在忙在累,都会在这个节日赶回家跟父母团圆,这也成为我们国人一种很自律的回家习惯。 对于有儿子的父母来说,年年几乎都能和儿子一起过年的,毕竟儿子的跟在父母这,但对于只有一个女儿的父母,过年就难了,毕竟女儿已经嫁人,那肯定就得回婆家那边过年。 最后娘家父母的春节就会落空,好的情况就老两口过,不好的情况可能就回一个人。 为了避免让娘家父母过年落空这件事,不少年轻人也想出很好的主意,那就是把娘家父母接去婆家一起过年,这样两边老人都不会落空,而且人多热闹,过年更欢乐。 虽然说这样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,但是两亲家一起过年,真的和谐幸福吗? 老话常说,亲家之间不宜走得近,有些亲家之间短暂相处,倒不会有啥事,可相处久了,却还会矛盾四起的。 一位62岁的廖大爷就倾诉了自己亲身经历,跟女儿女婿去亲家那边过年,才四天我就后悔了,下次再也不来了,下面是来自廖大爷的字数。 都说亲家之间不能走得太近,去女婿家跟亲家一起过了个年后,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。 今年62岁的我是一名当地烟厂退休的老员工,退休金还不错,每个月可以拿到七千多。 退休前,我手里也攒下了五十来万存款,名下也有两套房子,一套自住,一套出租给亲戚住。 在经济上,我可以说是不用愁了,可是在生活幸福上,我却很是忧愁。 我和老伴只有一个女儿,那个时候像我们这样有单位的,只能生一个孩子,所以没有儿子一度让我们很是遗憾。 毕竟在过去我们还怀有养儿防老,传宗接代的旧思想。 但是,看到周围人都一样,只能生一个,加上两夫妻的工资收入还不错。 就觉得身边只有一个女儿也没事,她嫁人了,我们就两夫妻互助照顾着过日子,老到不行了,大不了一起去养老,反正我们俩有钱,自贡自足,自己养老没问题。 然而,让我没想到的是,人生难逃的生老病死,会来临得如此之快。 57岁那年,老伴检查出癌症,原本以为花多点钱慢慢治疗就会好的,谁知中途病变。 让老伴在治疗到一半时,就走了。 老伴走后,我的生活变得空落落的,身边没有一个亲人,平时还能住在附近亲戚走动一下,让我没那么孤独,可每到过年过节,他们都回老家后,我就难过了。 以前老伴还在时,每到过年,我们还能相互依靠,可如今,一个人了。 过年过节再也没有节日的样子,尤其是每到过年的时候,我都会很是失落。 时常在幻想要是每次过年,女儿都能回来陪我度过就好了,可是这种想法往往是天真的。 也不是说我的女儿不孝顺,过年了也不愿回来陪我,只是女儿已经嫁人。 她有自己的公婆要陪伴,而且婆嫁又远了,回去过年也不可能再腾出时间来我这边。 不过每到过年之际,女儿却会早早买很多年货,衣服,甚至还会打很多钱给我的。 所以,总的来说,我的女儿还是很孝顺的,只是她也有自己的无奈罢了,这个我是能理解的。 有人可能会说,我就这么一个人,为何我不跟着女儿去亲家那边一起过年呢? 最近这些年,像我这样独生女家庭的父母们,大多都会两亲家合在一起过年,这样省去谁家过年的烦恼,也让两边的老人都不会失望。 以前老伴还在的时候,我们确实已想过这样,女儿也不止一次叫我们去亲家那边一起过年,只是我们不大习惯北方的冬天,老伴的身子也受不住,所以就一直拖着没去。 可老伴去世的第二年,我还是去了一次的,当时女儿见我一个人实在太孤独了,就跟女婿商量,那年来我这边过年的,亲家那边就年后放假才回去。 但是原本说好了的,我也早早把家里的房间整理得很好,结果离过年还有一周时,亲家母身体不舒服,女婿是个孝顺儿,无奈就改变了主意,还是回亲家那边过年。 女儿也不想让我失望,就说接我一起去过年,我当时也不想让女儿为难,就答应了。 刚去到亲家那边时,我还是蛮开心的,第一次在外地过年,亲家两夫妻也很热情,而且久违的一大家子团圆,更让我无比欢喜。 虽然说不大习惯当地的饮食,但亲家母还是很照顾我的,会让女儿教她做些我那边的家乡菜,让我不会吃不惯。 我以为两亲家一起抱团过年,会一直这样和谐幸福,可一起同住了才四天吧,我就后悔了。 第一天在客套和热情中度过,第二天开始,我就面临着各种不好意思。 在亲家家里,女儿女婿什么活都不让我干,每天就让我等着吃饭一样,看电视睡觉溜达,百无聊赖又无所事事。 虽然这是一种做客的基本该享受的,但是却让我很不自在,因为我什么都不做。 被女儿女婿捧得高高的,亲家公倒不会怎么样,而亲家母就有点不高兴了。 第二天晚上,就听到亲家母跟亲家公在嘀咕,说我太高高在上了,一起过年也帮忙做点什么。 每天就知道他们来伺候,第三天是除夕,我就一该往常,不再坐等吃饭了,就去帮忙做点事,帮忙摘点菜,搞搞卫生。 亲家两口子见到我这样,倒是会嬉皮笑脸地跟我客套,说不用我做。 由于来的时候,带了太多衣服那些,没有给亲家带什么礼物,于是趁着除夕白天,他们都在忙,我就让女儿带着我去周边买点东西给亲家,毕竟我做客人家。 最少的礼节还是要有的,我见亲家公跟我一样,很喜欢喝茶,但是他们家没有一套像样的茶具,都是直接水壶泡茶的,所以我就买了一套茶具送给他们。 我以为他们会高兴,毕竟这茶具也不便宜,一套好几百呢,但是亲家母接手的时候,却脸色很怪,表现出为难和嫌弃一样,推让着不想接收,让我很实难堪,最后我只好客套地把茶具让女婿拿起来。 当晚年夜饭的时候,他们一家子都是有说有笑的,而我却很难插上话题,只能一个人喝点小酒,买头干饭,显得格格不入。 但为了融入这个幸福美满的氛围里,我就给在座所有人都发了红包,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,发红包本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,却让我引得亲家两口脸色更丑。 当时我每个红包都包了五十块,而两个孙背的就包了二百块,我觉得这样挺够意思的了,在我们当地过年的时候,我发给亲戚朋友都才二三十块,最多也就五十,一百。 可是,亲家母就有点不愉快吧,直接给我来了个打脸,晚饭刚结束就给两个孙子发了两千的红包。 两个孙子也调皮,在背后嘀咕说,我这个老爷太小气,只给二百元,还不够买烟花呢。 亲家母也顺势在一边吹捧,我是亲奶奶,当然给的多啊,而且以后这个家的所有东西都是给你们的,所以你们要跟谁亲啊。 而两个孙子也一口同声说要对爷爷奶奶亲,这话让我听得很不是滋味。 事后我才得知,在女婿那边过年发红包都是非常大的,随便都是一百大地,给自己亲人孙辈之类,更是上千的。 但我也很纳闷,为啥我以前这样给都没事,一番了解后,更是让我发现,原来这些年,我们给孙辈的红包都是被女儿动过手脚的,我们给二百,女儿就会往里面塞多八百。 凑一千给小孩,那晚是我一整晚都没有睡好,感觉自己做错了一样。 第二天本想表示歉意,对两个孙子好点,然后再塞多点红包过去的,却被亲家母阻止了,说我一个人生活也不容易,用不着这么破费了。 然后,除夕过后,我就被孤落了,孙子不跟我亲,女儿女婿又各玩各地顾及不了我。 而亲家两口子又不停地接待亲戚朋友,虽然都是差不多年纪的,但我却融入不进去。 因为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,用普通话交流,又不是人人都会说得好,最后我就像个傻子一样,只会陪校或发呆,显得十分尴尬。 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氛围,感觉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在家过年呢。 于是年初二的时候,我就提出了回家。 就这样,来亲家这边大概才四天吧,我就深深感到后悔了,早知道会是如此尴尬的抱团过年。 我就不该来的,虽然说我和亲家之间没有很多明面低矛盾,但是一些行为态度上, 却让我很是受伤,下一次女儿再要约我过来,我是不会再来了,一个人过年是孤独了点, 但至少我可以过得潇洒自在,不会有吉人篱下的感觉,也不需要小心翼翼看人脸色生活。